這盞藍白箱間有著紅色花朵的路燈 就是花蓮吉安箱最近新裝設的新型LED路燈 全箱境內共有一萬一千多盞 數量位居前線之冠 但一年的電費加保養維修 就要一千五百多萬 鄉公所苦無經費 現在開放民間任養 我們如果任養的話 我們是一年八百塊 其實也不多啦 八百塊 那八百塊任養一盞 那我們就會在電桿上面貼那個 看那個任養者的需要 我把它貼上去看巨名不巨名 鄉公所的任養路燈想法 其實來自點光明燈的這項民間習俗 任養民眾一年只需花八百元 就可以供應一盞路燈一年的電費 但現在大環境不好 民眾對募款的效果大多持保留態度 現在整個環境這麼差 你想我們吉安鄉的民眾有百分之幾會捐 我個人是可以 但是我不認為這個是大家都可以配合 我會有醫院 但是也要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就是說政府的財政分配不均勻 金錢分配的不好 像那個水土保釋機 那麼多的錢 這個造的浪費 那我們這個路燈是很必須要的 吉安鄉公所表示 雖然景氣不好 但還是希望民眾或是企業能夠響應 所以只要任養路燈 就會在路燈上 貼上供應者所需要刊登的資訊 以達到互利效果 另外也會降低路燈的使用率 採格展兼具照明方式 主動降低電費 以平衡鄉公所的支出 記者文家開 歡迎報導